在大太陽下 一台工業電風扇 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而在陽光底下 辛勞工作的這群人 雖然話不多 但是沒有抱怨 實在的做 就是他們最真的性情 冷氣房內的你們 是否可以感受到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或許也是如此的心情寫照 第一次來泳泉的時候 我滿興奮的 因為泳泉這個泳泳池 從日記時代就有存在了 那小時候也常來這邊玩 還沒有想到長大之後 竟然可以來參加 這個泳泉重建的這個部分 讓我感覺非常的高興 不管任何一件的工程 其實都有它的干骨壇 例如說我們現在 在大太陽底下工作 那難免有時候會受理傷 當然這些 我們這些保護措施 都要自己本身都要做好 不管做任何的工作 都是一樣的 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工人們都很含蓄 只表示想要把工程 如期的完工 把最漂亮的建築物 帶給民眾 就算揮汗如雨 只要能夠完工 也沒有再多的話 可以表達他們的心情 也是這樣下雨也是要工作 還是颱風之類也是要做 不管大太陽也是要做 也是滿頭大汗這樣 以前小時候也有來這邊游泳 有有有有 所以你現在參與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這邊有你自己的故事 有 那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這個 喜歡了 在訪問當中 有一位大哥一直躲避記者 表示不想上鏡頭 但是後來經過了解 他才淡淡的道出一句話 不想上鏡頭 是不願意讓家人看到他的工作 是那麼的辛苦 只想把最好的跟家人分享 而這句話 讓大哥們滴下的汗水 每一滴都充滿著豐富濃郁的感情 而在大太陽下採訪的記者 眼眶也不禁泛起了點點的涟漪 東台新聞 張文華在泳泉公園的報導 刊頭